當我們學會怎樣 master 一個X 要怎樣處理的時候 是時候就可以跟Y一起玩了 這些我們看到有X又有Y 我們就叫做聯立方程 英文就是 simultaneous simultaneous 即是同時的意思 說的就是這裡有兩條式 一條我們可以叫做一式 一條我們叫做二式 我們要計算的目的就是要找一 pair XY 同時會滿足這兩條式的 舉個例子 例如我找X是1 Y是負2 X是1 這個就變成6 6X就是6 加4Y 那就是減8 變成6減8 那就是負2 我們發覺呢 代入X是1 Y是負2 它可以滿足這條二式 但是滿足不到這條一式 大家可以代入去試一下 滿足不到這條一式的 我們需要一些方法 具體的做法呢 會有兩個 先講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 首先 弄走一個不順眼的英文字母 XY 這次我覺得X比較討人真 我們會嘗試弄走X 那弄走X的方法呢 首先 捧到他天那麼高 先捧他上神台 用X來做主角 其他這些呢 馬上變成Kerlefe 那X怎樣變成主角呢 很簡單而已 把X放在一邊 其他的東西放過旁邊就可以了 X 等於 由第一條式我們有 X 將這些Kerlefe 全部放過去 等於 62 放過去 這個-7Y 放過去變成加7Y 這個是9X來的 把放過去除去 那就變成X了 X等於 62加7Y除以9 那然後既然 這個X 它是同時滿足這條式和這條式 那就是說呢 這個X 代入去 這個X 代入去2的這條式的上面 這個X 都會對的 那所以呢 我們之後就可以 代入去了 把這個X 代入去之後呢 我們有 6 6乘以X 即是 給它一個固定 整個東西可以抄下去 62加7Y除以9 然後加4Y等於-2 2 這樣我們發覺可以約數 這個2 這個2 這個3 然後就繼續做了 繼續解掉這一條 那我們有Y 那 我們成功把X弄走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安心地計算 那個Y 將個2乘進去 就會得到124 加14Y 那然後 將這個3乘進去 整條式 那這裡做得有少少快 那大家可以 pause自己 拿筆來計一計 這一步 那3乘以4Y 就是12Y 等於-2 乘以3 就是-6 然後把Y的倒在一邊 把Constant的 把這個不是Y的 又放在一邊 那就會計到 26Y等於-130 那-6-124 就是130 Y 就等於-5 那我們計完Y 等於-5 然後 然後 就可以把這個 塞進去 這兩條式 其中一條 那這個Y等於-5 我們這次選第一條式來塞 9 X 減 7 Y是-5 那直接代入去Y等於-5 那然後呢 就等於-6-12 然後我們得出有-9X 負負得正 加-35 等於-62 那-9X呢 就等於這個 這個代入去-62-35 就是-27 那X呢 最後等於-3 我們有了這兩個答案之後呢 我們都要- 有一點點 寫回答案 這個答案呢 學它有一個Bank 就是這樣 X就等於3 Y等於-5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解聯絡方程的方法 那至於第二個呢 就會好玩一點的 首先同樣道理我們都會 喜歡叫方程一方程二 那等後面的東西寫得 比較有趣一點 那首先 今次呢 又是選一個英文字母 又不順眼的 我們剔走它 那今次 都是XX比較討厭 那呢 我們就會說 1 將1式乘以2 1式乘以2 我們會有什麼呢 9 2 18 18X 減7 24 等於62 乘以2 就是124 沒錯 那然後2式呢 我們這次乘以3 那一會兒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2式乘以3 那我們有 6 3 18X 加3 4 12Y 然後等於 負6 然後我們做的呢 就是 整走X 我們基本上 你可以叫做 通份 某程度上的通份 但是今次這個不是份數 那只不過 X它們有共通的語言 然後我們只要把這兩條式相減 那你看到這個X呢 就消失了 那減完之後 這一塊東西剩下什麼呢 就變成 負14 負正得負 寫一次吧 負14Y 減 這個是減 減12Y 等於 124 今次就負負得正 加6 這樣吧 這個就變成負26Y 等於 130 那 Y呢 掛腳管理也是 計出 等於負5的 然後計完Y等於負5 當然也是 照代數啦 那 上一次 都是計完Y等於負5 那我們就代了1式 今次嘗試代入2式 6X 加4 Y是負5 我們這次拿負5進去 等於負2 這樣吧 6X 減 20 等於負2 6X 今次是負2 加20 即是18 這樣吧 計出X都是等於3的 那最後最後 都不要忘記 要寫回這一條式的解 X X 等於3 Y 等於負5 這樣吧 連立方程 就是 做到這裡了